大家好,又回到我们 《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财士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拉器》点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 多谢各位网友 好了,今节我们讲讲台湾问题 我们知道早前拜登说 如果中国大陆出兵台湾地区 CNN Town Hall 这个节目的主持就问他 是否会保护台湾 拜登就说yes and yes 就是是,是 有些媒体好像大忌远 他们就说 证明了美国变得更加强硬 不再用这个模糊政策 但是更多的西媒觉得 现在中美两方面依然 对于台湾地区的政策 是保持战略模糊的 你想想 当拜登说承诺保护台湾之后 白宫也出来说对台的政策是没有变的 我们看到了 台湾地区的问题其实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和 中国内战还有冷战的延续 亦都是中美关系当中 最核心 最敏感 最脆弱的问题 近年来美国 持续大打台湾牌 中国当然 是强硬回应的 其实 都成为了这一两年 国际上 比较 热的一个议题 我们看到 好像伦敦金融时报这个 英国来说 中立一些的媒体 他们就觉得 其实局势还未失控 中美对台政策 是没有实质变化 依然是保持战略模糊的 其实早在中美建交之前 基辛格这位战略大师 有些叫他天才 已经确定基调和 埋下了伏笔 究竟是最大化美国的利益 这个不用说了 作为美国的高官 当然是 看着美国的利益 1972年 2月21日 尼克逊总统访华 随行的 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 居然 撇低了 国务卿罗杰斯 直接和周恩来 还有乔冠说 进行多轮艰辛的会谈 美国国务院觉得自己大权旁落 也没有什么存在 如果用 台湾的闻南话 就叫被爽 即是不爽 不开心 特意对这个公布 草案提出多次的修改 你们的草词不对 但是毛主席 警告 对台湾地区的表述 任何修改 都可能 影响公布的发表 前台词就是 台湾问题 一步不能让 其实到今时今日为止 每一代的 中国领导人 对于台湾问题 都没有让过 是不可以让的 但是其他问题 可以 继续谈 这是毛主席当时说的 在北京谈不成 后来他们就 疑似杭州继续谈 在1972年 2月27日的清晨 上海公布 终于在杭州搞定 是订了稿 没有 当日 周恩来和尼克逊 从 杭州 飞到上海之后就签署 这个公布 并且在第二天 公布 这个公布 其实 有一句经典的表述就是这样 美国认识到 在 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认识到 认识到他们 认识到的英文就是用 Aknology 浩词是含糊 多意的 这个就是基辛格的奇思妙想 就为了打破疆国 当然 毛主席也是允许的 不然 签不了 另外 美国 的国务院 因为被人 好像令到他削权 他们就不满意了 试图用 Teknotov 即是注意到 中国就不接受 中国本来就希望用更加 强的 措辞 用recognize 即是 承认 美国就不接受 所以最后折冲了 就是用 Eknology 他们的中文含义 亦有承认的意思 所以 中美立场之间 是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是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在这个措辞上 事实上外交 是谈判和妥协的藝術 很多时候都不是撥虎马佳 上海公布 美方的声明 还有一句话 就是 酷刑从 台湾地区撤出全部 美国 武装力量 和 军事设施的 最终目标 基辛格本来 就想用力度更加弱的 预期这个词 Tincipate 没错 他就打算用 Anticipate 这个词 就 这样弱一点 但是 召观华就希望用 Will 会 双方最后妥协的版本是什么 就是用 Affirm 就是确认 都挺个人 其实 外交就是这样 充满灵活性 Facable 是很灵活的 所以 很搞笑 如果 Anticipate 对这个view 最后得出了 Affirm Affirm 就是 这个 妥协的结果 好了 我们看到了 其实 尼克逊访华的时候 主政台湾地区的当然是 蒋介石 和他的 儿子 之后就是儿子 就是蒋经国 他们都是 爱中国 坚持一个中国 确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走得更加远 认为 爱蒙 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保留在1912年设立的 并且在1928年就改了名叫 行政院蒙藏委员会 后来 这个蔡英文当然是 将国民党的东西廢了 直到2017年 蔡英文 就将这个废除了 区别是什么 两掌的区别就是认为 中华民国 引好 才是正统 才是他们的中央 但是你知道 有时候 这些东西 是一中国表的 其实 根据 美国方面的解密就是 尼克逊总统和毛泽东主席 在1972年会谈 有个记录出来 两岸当时 是互骂对方是匪类的 芒果佬也经常说 密通匪类 是骂对方是匪的 成为了 两个国家 即是中美两个国家 领导人之间 风趣的 叫做一些 笑话 周恩来 轻松地 解释 中间也穿插了很多 好笑的 补充 上海公布的美方声明 和双方的声明 当时 当时 美国并未承认两岸 哪个政府才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和中央政府 其实又是一个战略模糊 但是 但是 到了1979年 1月1号 中美建交的时候 没办法 我指 台湾就没办法 台湾地区是没办法的 现在世界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 一个中国原则 建交公布 有一句关键 的话就是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很多国家建交 对台湾地区问题的立场 严谨 和标准的三段 表述 其实到今时今日 我们 依然会听到 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 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第一 和第三句 在上海公布体验 第二句 就是中美建交公布体验 我们看到 中国外长王毅 在罗马出席 朱二十峰会的时候 就台湾问题 表达 又是重新了 三段论 以美国 现在政界的想法 其实 怎会不知道这三句话 但是拜登政府 就不断地做 我觉得有点拆脑是沙包 不过 为了安抚台湾地区的 长氏父子 在1979年 4月10日 美国亦迅速通过了 以及生效 所谓的台湾关系法 所以 中美建交之后 直到2020年 美国 历界政府 不分党派 对 台政策 完整的表述就是 是基于 台湾关系法 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 一个 中国政策 中国那边就是 一国中国原则 台湾关系法 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一个 中国 三个 短语 是同时使用的 美国国内法的 效力 高于 国家协议 和国际 条约 所以 三个联合公布 还要放在 台湾关系法之后 这个就是美国的标准 叫做 论述 不过这么说 美国 伦敦金融时报 就形容 是真小人 卑鄙得可爱 立场清楚 毫不掩饰 就是要对中国 长期打台湾牌 用来牵制 中国媒体 引用 美国对台政策 和美方声明的时候 多次是省略 第一个短语 所以有些大陆民众 就不知道来龙去吗 这个我引述 伦敦金融时报 其实 这个规范 表述 实施41年之后 就升了级 加了一个短语 是什么呢 2020年7月16日 美国时任 国家安全顾问 奥布莱恩 解密了两份电报 分别就是 817公布 对台 军售内容的解释 以及对台湾的 六项保证 还有 8月31日 根据台湾关系法 设立的 所谓半官方组织 美国在台协会 也公布了这两份 解密的电报 六项保证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 未同意 设定 终止对台 军售的日期 未同意 对台 军售 议题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信意见 不会在台北和北京之间 担任 滑船角色 未同意修订 台湾关系法 未改变 台湾 主权立场 不会对台 要求台湾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谈判 六项保证 不是新的对台政策 其实 是产生于38年前 列根政府时代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根据公布出版的 美国在台协会 时任署长李杰明 梅益律 他说到 1982年7月14日 他在台湾地区 会见了 掌经国 已经通报了六项保证 虽然 写在纸上 但是没有落款签名 所以 没有来源对象 很明显 效力 这个 西媒都觉得 效力是不如 中美联合公布 更加不如台湾关系法 但是蔡英文经常强调 自从2020年开始 美国对台政策 完整的表述是什么 就是 基于 台湾关系法 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和美国六项保证的 一个中国政策 四个短矣 同时联用 很明显 对中国的牵制意图更加公开 力度加了马 不过 我们看到 特朗普时期 就开始 全面升温 和 台湾地区的 关系 美国 会任的新总统 都会发布新的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 特朗普上任之后 终于代表美国精英和两党共识 正确地锁定了中国 的角色 正确是引好他们觉得正国 他们 就觉得 中国是战略竞争者 在朝鲜 战争期间 美国从来没有意和中国 打正面战争 战略的重心 在欧洲 尤其是西欧 现在就相反 美国决心和中国全面 竞争对抗 战略重心 在亚洲 尤其是中国 2018年3月 16日 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 币声鼓励美台 官方人口的接触 很快 美国驻日大使 邀请 台湾地区 驻日代表谢长庭 来访 会谈 还有合影 2019年5月7日 通过台湾保证法 建议台湾 地区增加军费 美国对台 军售常态化 支持台湾地区有意参与联合国 世界卫生大会 还有 国际民航组织 还有国际刑警组织 以及其他的国际机构 加上原来的台湾关系法 美国和台湾地区直接相关的法律 总共有三个 另外 也有年度 国防授权法 经常 塞入了涉台的条款 牵制中国的 战略意图 已经是明显过不过的 2019年5月 中旬 台湾国安会 秘书长 国安会引号 他们不是国家 台湾是中国一部份 李大为就访美 和时任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 就是这个易别鸡 就会晤了 5月25号 台湾 外事部门就说 创下了美台断交后的首个 例子 的确是 首例正式 公开的 内国级交往 内国级是引号 因为台湾不是国家 至于 美台军售早已经是常规动作 对于台湾地区来说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在任的时候 都向美国 购买 过百亿美金的 军备 相当于 老实 还有 空地导弹 都是远远超过 防务的需求 有些人就说 拜登政府 就已经突破了战略模糊 拜登政府就任之后 其实是承计了特朗普政府对台的 政策 依然是大打台湾牌 而且 两党对于台湾牌 是高度共识的 台湾地区问题 只会 越来越热 是不会退去的 8月19日的时候 拜登又是接受 美国媒体访问 不过就是ABC 就强调 信守每一个承诺 如果有人要入侵 或者对 我们 北若盟友采取行动 我就会做出反应 日本 韩国 和台湾地区都是这样 10月21日 他接受CNN Town Hall 这个节目访问的时候 记者就问 如果中国大陆 进攻台湾地区 美国会协防台湾地区 拜登就说 yes and yes 是 是 其实拜登 是第二次说协防台湾 当然 由于拜登 有人说他经常说错话 所以 很多人觉得他是 信口开河 或者信口痴黄 我也觉得是他说错话 严格来说 其实 这些所谓的协防承诺 实际是空头支票 等于 没有承诺 因为之后 白宫也说 美国对台政策 是没有变化的 证明了仍然是没有突破 战略模糊 其实 也不需要大惊小怪的 美国国内对华 的英派当然多 台湾 島内 独派也很多 大陆也有批小粉红 也很生气 好了 其实 中美建交的三个条件 满足中国要求的 美台断交 废约 和撤军 和日本 即是美国 和日本 和美国和韩国的 共同防御条约是不同的 美台是没有军事同盟条约的 并没有 定义务出兵 是没有法定义务 你记住 究竟 什么时候 或者如何协防 的 主动 权和解释权 完全在美国手里 所以其实 这个 战略模糊 伦敦金融时报就觉得 没有变过 因为什么都是美国人解释的 另外 协防的力度和进度 全部都是美国人说了算 例如 卖给台湾地区的军备 已经是协防的部份 美国 军用卫星 偵测到解放军 在福建省 集结 向台湾地区 通报 都是叫协防的 什么时候通报 通报多少 是不是有更新 其实 美国 都是他们说怎样就怎样 根本 都是战略模糊的 另外 我们看到 10月26日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发表声明说 支持台湾地区 在所有 所有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社会的大力和有意义的参与 就质疑航空业和公共卫生事业发达的台湾地区 为什么没办法参加国际 民航组织大会和世界卫生大会 声明结尾 亦都是原则了特朗普政府2020年的表述 就是说这个是符合 台湾关系法 还有 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还有就是美国 六项保证指导下的一个中国政策 你记住是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仔细研究 其实对美方来说 布林肯的声明和2019年台湾保证法 立法的意图和条款是吻合的 并不突然也没有什么新意 布林肯的声明 并没有公开支持台湾地区 是以主权国家 和正式会员身份 加入 国际组织 亦未支持台湾地区加入联合国 只是说 有意参与 联合国系统 美国呢 一直支持台湾地区 以非主权国家身份参加 国际组织 美国一直支持本国和 其他国家 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 当时2019年也是这样说的 其实是没有新意的 说回 马英九执政的8年 两岸关系尚算磨碍 所谓 有意参与国际组织 就是马英九的8年是有的 所以台湾地区 是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 出席 世卫大会 这个就是美国所说的 之前有意参与 联合国系统 当然 蔡英文上台之后 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 实质等于不承认一中 中国大陆当然是不会同意台湾地区 列席世卫大会 相比马英九时期 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是小了 这个是现实 这个是现实 所以大家看到 究竟 有没有 实质改变呢 我觉得 是没有的 不过 拜登这人经常 老狐狸来的 拆佬试沙煲 打算这样有空就动一下你 继续 搞一下你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再见